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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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也有一些應該是剛剛聽完我們現在 讀著PolyU設計的同學仔的學生分享 我們現在這個學生分享 我們走前也一步想一下 就是讀完設計之後 究竟有什麼可以發展呢? 有什麼出路呢? 所以我們今天都很開心可以請到兩位救生回來的 那就是Ruby和Raven Ruby就是我們產品設計產品設計的救生 而Raven就是我們環境設計設計的救生 事不宜遲 現在Ladies first 我先交給Ruby講一講她的分享 那先看看 喂? OK Hello 大家好 我相信那麼多位都是被設計和藝術吸引才會坐在這裡 那我也是小時候被設計和藝術吸引 所以我才會在這裡有機會和大家聊聊天 那我簡單介紹一下 那我就… 提前和你們說一聲 我會看著貓子 我免得我太長氣 那我是Ruby 兩年前就剛剛在產品設計畢業的 那我畢業的時候呢 就一直在正職 一路跟我英國那邊的朋友創立了Wavy Design 是一間multi-discipline design studio 那主要就是由細節位出發 至於將社會和環境影響融入去這個設計工作 將可持續的元素融入去挑戰裡面 其實是一個我覺得很好玩的事 那一開始就讓我講一下當初在Poly裡面的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其實Poly當時就給了一個很好的機會和時間 去深入研究不同範疇和設計相關的事物 例如U1的時候我就參加了Make for All 就做了reshape plastic和upcycle的家師為教師的project 那他就最後去了德國的Museum Night 2016裡面展出 也都在香港的Make a Fair和Greenall Market那裡展出過 那這一類科學科的設計 其實我相信你們在接下來裡面的新課程也可以體驗得到 因為這一類科學科其實當時在我畢業之前 其實並不是一個這麼普遍的事 但你們現在剛剛進來就可以嘗試和不同學系的人一起合作 我相信這是一個相當好的事 那在year 3的時候其實你看到第二張照片 就是我選了家師設計 就有機會親手下去設計和研究物料不同的性質 因為year 1、year 2的時候 3D和Sketch的訓練 通常我們到了這個時候已經很快就可以表達到自己的意思 和和組員講解自己的想法 研究不同物料的可行性 或者是改變形狀之類 是這一科的主要的選擇 因為大家擅長的領域不同 所以最後都得出了一個很有趣的結果 我剛才忘記說 我這一科是和室內設計和社交設計的人合作的 所以當時我在畢業之前 亦都會有機會選擇 跨學系的選修科 和其他領域合作 最後一個就是human scale 我們用了不同的器材和科技去研究人體工學 我這個就是在研究耳朵裏面的結構 其實如果你們進入Poly 這裡有很多最先進的器材 所以其實你們可以試試利用這些器材去研究一些 你們平時在中學時未研究過的領域 我相信Poly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Poly其實除了托闊了我在藝術和設計的視野之外 他亦都準備了我學科需要的專業知識之外 亦都是給我一個機會和其他人有一個良性的辯論 如果有興趣的方面 亦都可以在這裏和其他人進入研究 分享我們留意的細節 我就說一下 Overseas方面 這裏有甚麼機會 我相信大家都會有興趣 這件事 Product Design 當時我2020年畢業的學生裏面 就是去歐洲旅行 我們去了德國、土耳其和以來地這些地方 作為一個慣例 我相信每個學習的研究都一樣 就是跟不同國家的設計師 那裏的設計學系合作或者交流 然後去看那裏的名勝地點 或者是隨機去本地人會去的店 體驗本地文化 雖然這是慣例 但不可否認 它的確是開拓了我的視野 始終親身體驗過 有些東西是不同的 你可以將你的靈感 你這些火花放入你的作品裏面 然後就會產生了一種新的結果 在實習方面 我就自賤了自己去日本靜光園 一個叫Yuma Zeta Design的公司製造 那時候公司提供了一間公司 一個地方給我住 那間大廈有很多藝術家在那裏一起 相聚 每個星期都一個聚會 所以亦在那個時候認識了很多不同的朋友 其中一個更加的陶瓷藝術家 可以帶我去體驗很多不同的地方 但公司方面 因為版權問題我就不可以放大多圖出來 因為當時我的公司就是 主要是跟研究不同技術的科學院合作 然後再利用他們的技術 做出新的產品 而這些其實我大約都簽了保密條例 所以就不可以全部綁出來 但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其實我覺得 你們可以在進來的時候 已經想定你們準備 年3的時候 委員會去哪一間公司 因為自賤永遠都比 直接在網上apply 去別人本身提供的機會更加好 始終apply有100個人apply 你自賤就第一個人去自賤 大家明明我的意思 我相信 最後我想說一下當時 Year4 還是Year3 我忘了 就是去了京都的 和內良的Sony Mura 進行一個社會老齡發 人口減少缺乏政府支持的村莊 project 那就是poly提供了一個機會 讓我們可以和ROOTS的企業合作 而那間ROOTS 就是專門促進可持續旅遊的組織 它為了促進當地文化和創造可持續的環境 就會給我們一個機會 親自去到京都那邊 去到那條串莊那邊 體驗當地的文化 然後再設計出適合當地的產品和旅遊中心 我們那時候的設計任務 就包括了重新設計旅遊中心 推廣當地的文化和介紹當地的歷史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否認2020年 是一個比較艱難的 這幾年都是比較艱難的時刻 我講一下career path 我想大家都會擔心大家畢業之後出路會怎樣 我想我也可以給丁德建議大家 那我就選了創業同事又全職工作 即是我全職回到六點或者七點 回到家之後再和我的朋友合作 創造一間公司出來 這就是我的選擇 因為老實說和朋友去開拓一間公司 其實同事也有一個全職工作 你是會沒有那麼大壓力的 當時我的partner就是career 她在英國那裏也是鑽研product design的朋友 但是我們的觀點和角度非常不同 所以每天都有爭吵 但是也是從這些爭吵裡 這些真心話裡 我們才可以爆到真實的又有用的idea 我們也有幾樣作品拿了獎 包括IF和Red Dog Design 也去了幾個國家去做exhibition 還有press方面我們也有限得到dea 和Yanko Design等公司的介紹 還有SpringWise訪問了我們的公司 可能有些人覺得這些比賽是不一定有用 我相信一定在在有一定人數會這樣覺得 但其實比賽是對自己的一種肯定 你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 防止業務不如意而陷入低潮半套議費 老實說這些是一種工作目標 你得到好的認可 你也會有些信心回來 即使這些付出不一定是達到你所想的目標 但是我相信這些經驗 永遠都是令到你成為獨一無二的designer 讓我們來個很小的心靈計劃環節 極速趕完這個心靈計劃 可以大家想一下我們是怎樣保持創業精神 第一我覺得有自同道合的夥伴是很大的幫助 在Poly這裡其實可以找到不少自同道合的夥伴 而且你保持著你的好奇心和不斷地學習 其實就是贏了 生活應該是多志多彩的 我自己就覺得擁有全職的時候 同時竟然一間初創公司可以令你發現另一種樂趣 我自己的全職其實是一個interactive和3D artist 在一間creative studio裡做 主要之前也都 前陣子科學館有一個恐龍展 我都有份做 但是再多些因為又是保密條例 又是未說得 所以我今天就主要介紹VV Design 我這間初創公司 成功需要時間 但是你保持內心 始終都有機會見到結果 通常我們兩個每一個project 開始每一個project之前 我們都會問對方互相很多問題 是問自己很多問題 因為我們剛才也有說到 我們在意的地方不同 所以通常也是這樣拆除了火花 而融入回的作品裡面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如果你有機會和不同的觀點 與角度的人去聊聊天的話 你們都會有機會碰撞到不同的火花 不要只跟自己同樣觀點的人聊天 跟不同觀點的人聊天 是會令你的artwork 或者設計更上一層樓 所以在poly有機會 跟不同專業或者文化背影的朋友聊天 其實都真是一件好玩的事 你們永遠不知道 你們會不會互相幫對方 想了一些靈光一閃的事 我想播一播一播一影片 按不著,不好意思 在播影片之前,我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是Poppago Chess的纸上围棋 我将整套围棋和棋子变成一张纸 简化了传统围棋厚重的设计 亦都保持了围棋本身优雅灵巧的美感 BritANQ Héget Hége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讲一下inspiration 我相信,你又来,不好意思,口头闪 你们来到Poly,其实第一年,我每一个挑战都会和你们说这六个点 你们问自己这六条问题,通常你最后的设计都会是六角形星星的展示 我本身有玩开围棋 诶,让我下下一页 先问一下大家 和大家说为什么我会设计这件产品 本身我有玩开围棋 亦都会和人捉盲棋的程度 不看棋盘直接下棋的方式 例如你GPS是会有定位的 棋盘其实都是同一种方式去说定位 我说个数字出来,互相记住个数字 最后就会捉成一盘棋 我整天都会善用坐车途中的空档 为这个比赛联集 亦都在车上面和朋友对异 不过为棋显然就不是为了棋手在车上面这类交通工具 震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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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设置记录下来但这要存在十多十奖值 不可在太飞一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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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一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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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可以有vis that Quarter 这个设计出现了的原因 Ruby,就是我了 所以我看稿,讲了Ruby出来 我主要就是和我产品设计的朋友分享了这个想法之后 就设计了一个宽宽的旗盘 也希望旗是可以设计在旗盘上的 同时也因为我当初在Poly是有一科叫做Soft Good 我专门研究是如何设计一件产品给视像人使用 所以我都希望这个产品是可以提供给盲人使用 亦都可以给同时我这类想在车上捡棋的人使用 那谁会用? 怎样用这件事? 我相信其实我刚才说了这么久,大家都听得明白 那我现在不如说一下我怎样去做到这件事 或者用什么去做到这件事 我们当时亦都在研究Origami这个技术 因为现在太空,美国Poly是太空总柱 其实都一直是用着摺子这种方式 去做很多太空的装置的设计 所以我相信这一类设计 其实放回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大的可能性 所以最后我们用了日本的剪纸、雕刻技术 和摺纸技术在这件产品上 令到它有粒特立体变化来区分黑白的棋 和突出优点 这个棋盘不单只可以出门旅行的 或者野餐都可以用 同时也可以透过这个触角 在立体变化里面感知和记录的棋 这个较为便宜的选择 我相信亦都可以推广这个围棋文化 因为其实香港 我想有部分人看过麒麟和 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捉围棋 但是过了这么多年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多人捉围棋 我希望这个设计都可以令更多人捉围棋 而且接触这个围棋的机会 也有更多机会和你的盲人朋友捉围棋 因为这个也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相信POPPU其实有投入市场大量生产的潜力 但是老实说 大家都看得出POPPU是一张较为大的纸 所以我们现在仍然在研究如何原先细节 以及令到玩家可以更加明白黑白棋和棋路的变化 以及重用和耐用性方面 这些我相信都是你们入了POLI之后 如果想做Product Design的话 是需要攻克的问题 我现在也在攻克中,大家努力 每一次做每件Product Design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面临最主要三样东西 就是材料、圆形和测试方面的问题 POLI其实提供了很多不同的机器和器材 让你们选择去制造你们想做的POLI 相比之下,我畢了业之后 其实要找每一间公司和工厂去制造任何的圆形 其实都相当之辛苦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入到POLI 好好珍惜你们这四年的时间 进庸、善庸这间学校的所有器材 然后去完成你们的梦想 如果不是就像我那样 畢了业之后要很辛苦找工厂 然后去制造出一些POLI 然后测试成功之后 再找一间工厂去生产这件产品 我刚才说了一句 就是Multi 刚才 你可以看到我和我的朋友 其实主要都是做Product Design 但是我们也有做AR Apps这类的设计 Multi Discipline Design 我自己觉得就是由自己独有的专业和生活体验 在特别的角度去观赏这件事物 然后融会了贯通之后 你再把它放回不同的行业里面 你这种合作其实才可以产生出火花 如果单独很单一地学一个你擅长的科目 然后你再单纯地进入这个行业里面的话 你是好 但是如果你反过来你不是想做一个单一的设计 不要说单一的设计 这样很没礼貌 如果你是想做一个Multi Discipline Design 我觉得其实所有人都有机会 只要你愿意去将你的专场尝试放在其他你不擅长的领域上 看看如何融合它们 其实已经会有不同的火花出现了 现在讲讲新学习 以我所理解的 当初这几年其实很轻说T形式的人才 所有企业都很想要T形式的人才 I形式就是你转着在人物上 generalize就是你什么都懂 但其实你什么都懂 但是过分通才 然后T形式就是你每样都懂 但你有一样东西专场 这个相信就是我当初两年前的我 但我相信这个就是四年后的你们 因为这个科目其实现在是多了机会 是让你们跟Multi Discipline合作 然后再专注在一个科目里面 但同时你们也有机会跟其他你已经 跟Year12認識了朋友去合作做一些项目 相比我相信你们有更多机会去接触其他的学系 因为我的话其实当初是要成立一些 这些Club或者是类似的活动才可以有机会跟跨学系的人的合作 但你们是基本上本身已经提供了机会给你们 所以我觉得是很棒的一样东西 然后刚才也有提到你们Year12認識的朋友 其实最后他们会全部联系上来 然后就成立成就了一个新的项目出来 那么暂时我想就是这么多了 多谢你们过来听我说话 我们给点掌声Ruby先吧 事不宜迟我们请下一位旧生Raven 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现在正在做的事 是吗 是吗 按下一个旁边再按 这个 再按 再按 OK 好了 很高兴我可以回来分享今天 希望透过这短短的20分钟 可以让大家会认识多些修内设计这个行业 或者修内设计师的工作是怎样 我都很快介绍一下自己 我都是2011年 真的都很久之前的师兄 一个毕业生 我们读Environment and Interior Design的修内设计和环境 其实现时我是在新世界发展 其中香港一个最大的发展商去工作 其实我们旗下的项目有很多 包括住宅、办公室、甚至乎商场、酒店 其实我们都会涉猎到 我现时是负责项目管理 即是旗下项目的一些室内设计 甚至乎一些玄境和灯光设计 其实我都会负责到 其实讲开室内设计师这个行业 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误解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室内设计师的印象是怎样 但是至少对于我的亲戚朋友来说 其实很多时候都有误解 就是他们对于室内设计师的印象 一般就是在电视上面会看到 是不是 就是室内设计师 我们常常都会设计不同的家 常常去装修不同的家 做不同的设计 我们会很擅长选择不同的颜色 我们对布料很敏感的 我们会选择不同的墙子 其实这个只是我们室内设计师工作的 一个很小的部分 对于物料的选材 所以其实在过去那十年的工作经验里面 其实都设计了不同的空间 其实空间里面 其实我们都基本上挖分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类型 过去我们大部分认识到住宅的设计 其实同一时间 我们也会做过一些商业的设计 包括铺头 餐厅 你每天都会去的地方 甚至乎一些展览的地方 艺术馆 美术馆 也都有一些大型的项目 比如一些综合体 可能大家都会走过商场 经过家的时候 甚至乎一些会所 可能大家会去staycation 其实酒店 其实每一个空间 我们都需要一个专门的室内设计师 是去设计的 也有很多人 除了美学之外 我想说 室内设计师的工作 其实更加重要 就是说到一个整个空间的布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幻想过 我们坐在这个屋里面的时候 究竟我们有多大的空间 我们才可以坐300人呢 是不是 前期的空间规划 其实是非常之重要 还有灯光 我们如何去设计一个灯光 令到它不会很昏暗 大家睡觉 亦都不会太光 是不是很刺眼 而且人流的动线 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 我们300人 如果同时之间 急了 我们要去厕所 我们要多少的洗手间 我们才足够去应付这个场地呢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室内设计师在设计的空间的时候 都需要考虑到 当然最后很重要的是安全 其实灯光有意外的时候 我们的设计 怎样可以最安全去疏散 那些人离开 其实以上我讲的所有的东西 其实我们身为一个室内设计师 其实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都要考虑到 当然我身为设计师 无论是室内设计师也好 不同的产品设计师 其实我们都是一个dream maker 其实除了我们去实现人类的梦想之外 其实我们透过我们的设计 我们希望亦都可以改善到生活 其实都非常之重要 那我先分享了我其中一个的project 其实是几年前我去设计的一个珠宝店 那当时其实我是帮周大福一个新的品牌 去设计珠宝店 大家应该都知道周大福 是不是见过 其实是一个很老牌 我叫做传统的珠宝店 那其实应该大家进去 除了爹地妈妈买珠宝之外 应该大家无事做是不会下进去 所以当初我们想设计这个 新的珠宝店 我们就在想 我们可不可以设计一个很舒适 很开心 很relax的地方 让人进去 真的可以欣赏珠宝设计 而不是纯粹进去买东西 那么简单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想到就是 我们可不可以拿一些大自然的元素 可不可以感受到阳光 可不可以拿一些大自然的空气 水源去做我们一个设计概念 所以我们最后 其实就拿了水滴 这一刹那的尾 去做我们一些珠宝的展柜 一些show case的设计 那我就开始去研究 我们设计了一系列的水滴型的 一些珠宝的show case 那我都在想着 怎样才可以将这些珠宝 去将它最靓 最闪的一面 去呈现给大家看呢 那所以我们就开始 跟不同的珠宝设计师 灯光去研究 怎样才可以将它最尾的一面呈现 那这个最后就是我们的 最后的珠宝店的设计 那你可以很明显见到的 这个跟我们传统一般的珠宝店 其实很不同的 我们刻意将整个珠宝店的前厅 化身了做一个gallery 那我们希望这些人进来 第一时间不是坐下买东西 而是进来可以真的去探索 去目望到每一件的珠宝设计 好像真的去了一个艺术馆或者美术馆 可以去欣赏一下 其实珠宝秀色的那个美容 那刚才讲了 其实我们设计了一个水滴型的show case 其实大家不要看它那么简单 其实我们放了很多很多的心思进去 包括一些大家不为意的东西 其实你说人想在里面的珠宝那么贵 可能是几千元到几十万的珠宝 一个这样的玻璃盒里面 其实我们已经隐藏了很多一些保安的考虑 其实我们就放了一些红外线和电子锁 在这个水滴型的show case里面 所以其实刚刚都讲了 其实不是纯粹美观 其实我们其实同一时间也要 顾及很多功能性的东西 会不会被人偷了 一件那么漂亮的东西 当然我们也进去的时候 刚才我讲了 我都希望那些人可以很舒服的 坐在沙发里面 慢慢去选择我们的珠宝 不用那么辛苦去买 纯粹为了购物而购物 甚至我们也设计了一个很漂亮的 drust encounter 就是我们可以试带珠宝 配合我们的衣服 我们的发型 是一个整件事 我们希望可以一个很独特的体验 当然对于millennial 甚至乎new generation 大家00后 我相信social media很重要 我们必须要打卡位 所以我们也都在珠宝的铁铁里面 我们刻意做了一个打卡位 我们和花艺设计师去合作 其实买完珠宝 其实在这里就可以打卡 可以放上自己的Facebook、TikTok、Instagram等等 亦都可以在这里喝杯咖啡、聊聊天 亦都可以反思就是 很多人都会问 现在网购这么盛行 淘宝的按键 第二天送到来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铁铁铁买呢 我想其中室内设计师 担当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我们不单止去买一件货物给大家 而是我们希望可以真的去创造一个体验 一个独特的体验 而这个体验来回想再回来 当然新来设计师其中一个更加重要的东西 其实我们是Place Recreator 其实我们创造一个空间 我们希望可以带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我们希望可以促进到一些新的功能 新的活动会在这里出现 那我第二个想分享的就是 我其中一个比较大的项目 就是K-11 Museum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其实就是我们在尖沙咀海旁 K-11是一个其中一个很大的商场 其实当初我去想这个设计的时候 亦都去想 为什么我们商场永远就是这么千篇一律的呢 香港 除了进去买东西 可能吃过饭 可能看电影 那就走的了 其实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的 在商场里面过去 我们就在跟团队一边聊的时候 究竟我们有没有办法 这个空间除了购物以外 我们可以多放一些新的活动 可不可以有些新的娱乐在里面呢 令到这个地方不仅是一个商场那么简单 而是真的好像一个旅游景点 大家可以过来吃喝玩乐去休息的 所以我们当初很大胆 我们就将整个商场 我们用一个设计概念 我们希望可以令到它 成为一个好像五星级的一个大宅 我们用一个man at house的一个概念 我们希望好像平时邀请一些朋友 家人 来到我家去吃饭玩乐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有去过 入到商场 其实已经很大分别了 跟其他一般的商场 其实我们透过放了很多的吊灯 一些的逼灯 我们好像去到一个五星级的酒店 大宅里面 当然大家有去过 其实最震撼大家的眼球 就是应该到我们中庭的位置 其实整个中庭 我们当初用了一个歌剧院 做了一个设计的概念 我们就希望它不只是商场的一部分 这个歌剧院 我们真的希望可以在中庭的位置 去举办一些不同的文化活动 当然我们整个设计都希望 给大家多一个奇幻的体验 就不是纯粹经过一个商场 而在整个中心 大家会看到一个很大的水晶球 其实我们也设计了一个展览的空间 除了购物之外 其实平时大家在星期间 或者放假 也都可以去看我们举办的不同的展览 活动等等 也可以跟朋友 家人 其实可以享受一个下午 吃个下午茶 一杯咖啡 其实就不是纯粹来这儿去购物 但是我们也放了很多不同的细节 我不一一讲 但是譬如说我们的厕所 我们也希望大家去厕所去得开心 对不对 我们也刻意做了很多园林 水径 在我们的不同的厕所 我们希望有些新的体验给大家 其实在生日设计师的角度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要去 兼顾很多不同人的需求 可能就算是一个很简单的 召集的一个位置 大家看到其实左边 会有一个比较矮小小的一个桌桌 其实当初我们就是希望可以 令到一些轮椅的使用人士 或者小朋友 都很容易去到这个櫃台 去享用到我们的服务 所以这个间接也去到另一个 对于设计师的迷思 包括我父母都会觉得 其实你是不是真的艺术家 他们都会觉得 设计师是很天马行空的 很有创意的 我们是瘋的 整个艺术家的性格 可以告诉你 绝对不是的 我们绝对歪了 但我们绝对不是艺术家 我想其实在整个设计的思维 以至到我们的一个使命 一个责任 其实我们跟艺术家 是很大的分别的 我们两者 我想身为一个设计师 或者大家将有机会讀设计 要记住 其实我们必须要考虑到 一个使用者的需求 我们每一个设计 我们都希望可以改善到生活 甚至乎解决一些问题 所以正正是这样 其实设计师 我们永远都是对应着 这个使用者的一些功能性 去出发 所以好像刚才这样的中庭 其实我们不单单只是 一个美学上的展示 做了一个好像很漂亮的地方 而我们希望真的可以在下面 举办到不同的活动 让多些人与人之间交流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曾经举办过 芭蕾舞表演的 在商场里面 亦都搞了一个嘉年华 而我们在商场局的部分 其实都设计了很多很多的 communal space 去做不同的 譬如音乐表演 一些的讲座 分享 所以有机会大家去探索一下 林林种种 其实很多很多的空间 我们希望不是正正一个购物的体验 而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到 是比较懒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互惑的空间 大家我想都不会想到 我们这个商场的天台 是可以种种 我们可以种菜食的 大家可以报名的workshop 来到和大自然做一些接合 有些不同的体验 也就是刚才刚刚说的 其实我们K11 希望可以将艺术馆这个概念 都摆到我们商场里面 其实我们在商场里面 有超过50件艺术品 大家可以上网报名的 是免费的一道上团 就是去里面看不同的艺术品 所以我们希望整件事 是带给一个比较难忘的体验 而不是一个既往既定的商场 而不是一个既往既定的商场 不播这个影片 我相信最好的感受 就是直接突然放 大家可以肚饿 可以去吃东西 或者带一些朋友去感受 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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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这么久 一些做工作上的东西 可能大家都有想了解一下 讀设计是一个什么体验 我也分享一点点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关于如果有兴趣讀设计 或者去选择设计为自己的行业 其实也有很多人有一个迷思 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设计设计好像不需要考试 那些人的考试周 不停在图书馆溫书 为什么没有设计的学生在里面 我们是否很轻松的呢 没有书溫 我们不会看到我们在溫书 我们可以到处去玩 而事实上也是 我们其实读过 新一代也差不多 设计师很有趣 我们很喜欢玩的 我们会周围在任何空间 我们找到地方去玩 我们都会玩 而学校也会带我们出去看不同的展览 参加不同的活动 甚至乎我们跟老师会打成一片 我们搞很多不同的圣诞派对 其中间我们去过日本做一些交流 一些体验 在外面的人心目中 为什么设计学生或者设计师 周围去玩 不用读书 所以正正也带出了一个设计 很有趣的一件事 这个是我自己 不代表学校 当然要读书要考试 但占据中我们很少的部分 而我认为 其实我们去学习设计最好的办法 正正就是出去玩 透过我们玩 我们才可以跟人与人之间交流 我们才可以理解到 外面这个社会的文化 底温是怎样的 我们要了解人的需求 其实我们不去玩 我们是不会知道 我们有什么改善的空间 大家不去餐厅吃饭 我们不会知道 这间餐厅的设计好不好 我们不去出去 去使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不会知道 所以正正我认为 我们会透过出去玩 这件事 其实我们会学到 很多很多不同的知识 而这件事我认为 是正正和我们 你会选择其他学科的 学习的体验是很不同的 我们正正就是 不是那种所谓的填鸭式 我们是没有课本的 我们不会有一本书 写着如何成为偉大的设计师 是不会有这件事的 也不会有笔记的 放心 我们不会有很大份笔记 要你背着所有东西 基本上就不会发生的 因为我认为设计师 最好的方法就是去体验生活 你才会找到 有什么机遇 有什么改善的空间 当然 play hard 就是work hard 不代表我们不用做事 人家很轻松 测完厌去唱机 看电影的时候 其实我们基本上 全年365天 基本上日与夜 都不断做不同的project 因为我们每个星期每个月 我们就要做不同的设计 所以基本上在别人轻松的时候 我们就在做事 我也这么说 就是基本上 我们设计系的学生 应该是停留在学校的时候 是最多的 我们是其中一个最努力的学科学生 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不用温书 我们不用考试 因为设计本身这件事没有对错 也没有满分 当我们做100分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120分 我们做120分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做150分 所以我们无止境地 将我们的设计 或者将我们的project 越做越好 所以我们就会 废寝忘餐地 在学校做功课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设计或者做设计 很开心 像刚才那张照片 有些人刚刚回来 我先回到刚才那里 很开心的 我们玩得很开心 设计 不断去玩 我刚才重复 就是说我们 其实学习设计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大家必须要懂得去玩 去享受生活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的 那我们透过去玩去学习 其中一个我想 亦都是我想 在无论理工大学 或者将来你读设计 这个课 其实千万不要觉得 学校会有一本书 会教你一步一步 好像以前中学那样 教你这条Cosign Feet 跟着我们就下一步了 是不会有这件事的 而是全部 无论读设计 将来你做设计师 我们都是透过自己的探索 自己的摸索 不断去做好自己 吸收多些知识 这个我想跟其他学科 或者跟其他行业的学习模式 其实是很不同 是的 去到这里了 那亲多美声 最后我都摆了 这个我当时毕业的 十年前的一个照片 那你见到 其实我也是 我们没有最终的课计 放心 我们不需要考试 有点少许 但是不需要靠个考试 吃糊 那我们就是废丑亡餐 去做一个最终的项目 亦都是 将来你运工也好 其实我们都是看看 我们怎样去训练自己 成为一个 有一个设计师的思维 那说真的 其实你问我呢 其实我刚才也介绍了 其实我们读设计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类型的设计 包括将来你是不是 选择室内设计 甚至乎你会做一个 灯光的设计 舞台的设计 甚至乎产品的设计 汽车的设计 其实千千万万的设计 最后也有机会 你不是做设计师的 你可能是投身在不同的行业 甚至乎你自己 开一间公司做老板 但是我想正正是 我想理工大学 这个设计的学科 给我们一个好的空间 来探索自己 训练自己的一个设计师的思维 我们经常叫做设计师的思维 其实在很多企业 现在都很重要 就是设计师的思维 刚才我都说 其实设计师很辛苦 我们玩 我都打算做事 我们去唱片的时候 就觉得这支麦克力 不要拿 是否可以怎样好些呢 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 这个电话是否可以好些呢 其实我们每 在玩的时候 我们都要不断想着 工作的东西 是吸引一些新的知识 这个是最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最后都说说 我想 其实我比较老饼 我当年还是三年的大学生活 我是A level 我知道 其实由三年转四年 在这个体制下 大家DSE的学生 其实我觉得有更好的空间 去摸索自己 你透过这四年 还要第一年 现在我们有Foundation Year的时候 正正就是可以理解多自己 吸收多些不同的知识 你才会知道将来 你会想做哪个 类型的设计 或者设计师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体验 不确定 但是你不会后悔 设计计 我只能这么说 无论你将来 是不是一个设计师 我都希望大家记住 无论如何 设计都一定是 每一个人的生活 的一部分 我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谢谢 谢谢 谢谢Raven 不知道在座 咦 我们请回Mubi出来 不知道在座 会不会有些人 还是很好奇 我究竟设计完设计之后 出路究竟是怎样 听完我们两位 旧生的分享 可能还会有些问题 如果有些问题 可以举手 那 不要紧 我现在问了一条 因为 其实 这里在座 都是一些对设计 有兴趣的学生 就是中学生 其实你们现在 做了一段时间的事情 如果让你们回去 报读PolyU设计前 你们会不会有些什么 现在经历了 工作这些东西之后 你们会不会有些什么 感想 一个提示 地告诉他们 可以 可以 那我先说 善用 学校的资源和人物 真的 善用它 大家玩多一点 真的 我想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学习模式 是很需要 去出去 要知道 怎样生活 怎样去玩 怎样去理解 我们才会做到好的设计 所以我趁大家在学校 大学的时候 认识多些朋友 交流多些 你才会知道 隔壁的人是怎么想的 不同的人是怎么想的 所以就 是了 玩多些 还有没有些 什么问题呢 好 我看到一个 我递麦子先 我想问一下两位 两位都说在学校的时候 最重要是 玩多些 用多些资源 但是真的 出来做设计师的时候 两位 选择了不同 少少不同的方向 一个是 入大公司 一个是 开公司 我就想问一下 其实你觉得 无论是 入大公司 和开公司的分别 甚至乎是 上班和 上学的最大分别是什么 就是在设计方面 好 谢谢各位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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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 你之前也有回过 全职位 再加上 自己 创造自己的公司 其实有没有一个分别 就是 想到一个分别出来 对我来说 如果其实 因为我都邪日 我也是上班了两年 我相信我说的东西 就真的只有两年的经验 我自己觉得 当你回了一份全职 其实你会有一份安心感 因为其实 你达到了一个 父母的期待 社会的期待 你会整个人很安心 很安乐 同时 如果你在做那份工 是你喜欢的 没得谈 我其实 我现在的全职 是在做这件事 但同时 当你如果是自己开一间公司 你可以很主动地选择 你想做什么项目 你想和谁沟通 你想做到什么产品 你是否想有更多的抗计 其实这些一定是你开创一间公司 才会遇到的 甚至 我可以说 我自己那边 其实是跟英国的朋友 开两间公司 那 其实听到英国 我想大家都会想到 有时差的问题 因为我这边 我最大的体验就是 我们可以用一个摘力赛的形式 去做一件项目 就是我做 我早上做东西的时候 去那边睡觉 我睡觉那天 就早上做东西 然后我们只有很短的时间 可以去谈这个项目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好好珍惜这段时间 反而这段时间 是相当有营养地去做了 你不会浪费了你人生太多时间 在开会上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你远距离 跟其他国家的人 开创一间公司的 一个好的选择 我也没有一个 很好的问题 我也没有一个很正确的答案 给你 但是我会有两方面的计划 第一个我觉得 无论在大公司也好 自己的创业也好 我想身为一个设计师 他背后那个成功的因素 其实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我想 刚才我也也说过 必须要对生活上 每一个细节的观察要很到位 我们要知道那些人需要些什么 因为无论将来你是做老板 自己开公司出产品 你必须要很理解 这个世界发生什么 这个社会发生什么 大家理不理解呢 而这件事 无论你自己的创业 也好是打分工也好 都必须要具备的一个条件 所以设计订阅这件事不可以缺少 但是如果你问我 究竟开公司好一点 还是你会在大公司好一点 其实真的没有既定夹案 因为这件事很决定到不同的人性格 大家的选取 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去选择创业 不过我自己也有想过 创业会不会好呢 还是我在大公司里面 一路这样去晋升 是一个好的一个答案呢 我不敢给你一个答案 因为我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趣向 但是在我的经验里面 就是无论创业也好 要向上升也好 除非大家想着躺平的 我想着轻轻松松 其实可以由这个出口离开 旁边有很多学科是比较轻松一点的 不需要设计计的 所以无论如何 这条路是不会平坦的 创业家 我相信他会更加理解 有创业家的一个问题 创业家是没有价放的 一年365天不断为自己的生意打拼 为自己的业绩打拼 而上班 可以说我们朝九晚五 但是同一时间 我们在这么大的公司 这么大的层面 要去做这么大的项目 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要去合作 要去合作 才能够去造成一个很大很大人的项目 所以这个真的 大家在摸索自己人生 这个人生问题 我解答不了 但是我想两样东西 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出路 那谢谢两位救生 亦都 我们Alona Sharing 我相信就到现在 是的 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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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